好,我们先来看不定积分和变现积分 请大家翻开书 我们看到这个110件 基础内容金奖 第一个概念 我们先来看一不定积分 首先我们给出这种概念 说一不定积分 一圆环数与不定积分 说函数fx定在区间i上 如果存在可导函数大fx 对于该区间上任意一点都有 大f1x等于小fx成立 我们自称大f是小f 在区间i上的一个原函数 我再写一遍啊 大fx如果求导等于小fx 我们立即称大f是小f他吧 大fx呢 小fx呢 小岛是他儿子 那么我这个关系大家要搞清楚啊 两条 第一大f是小f他吧 必须成立在某一个区间上的任意一点 你注意这条啊 必须成立在这个区间上的任意一点 就是每一点都是成立 这个区间上 你只要指明区间i 只要指明区间i 那必须在这个区间上任意一点都成立 只要有一点不成立 那么大f就不是小f他吧 这个是非常严格的 听懂了啊 这是这一条 第二条的话呢 那么大f求导得到小f 这里就会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什么意思 事情呢 那就说大家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请问大家大fx加上c求导 是不是也等于大fx求导 等于小fx 能看到意思吧 就如果大f在某个区间i上 是处处可导的 那么他加任意常数求导 就相当于他自己求导 是不是大家 因为常数c求导对x求导是零啊 所以我们知道呢 如果这个求导得小f 大f是小f他大 那么大fx加上c 也是小fx他吧 我们把大fx加c 称为小f的全体吧 叫做什么 叫做全体元函数 大f是小f的一个元函数 这只是一个啊 那么加上c呢 这是无数个了 那么称之为叫什么 叫做全体元函数 称之为叫做不定积分 这个叫做不定积分 这两条呢 大家搞清楚 一个必须在区间上 所有点都成立 只要有一个点不成立 否定他 他不是他的元函数 不是他吧 第二个呢 如果小fx有一个元函数 叫大fx 那么他加上c 就是全体元函数 你说这无数个函数 都是他的元函数 加任意常数 从这儿你也可以理解一条 那么就是说 我们讲道理 你要听懂哈 在后面讲积分法的时候 你就要明白 你的积分 所谓的不定积分啊 你是千方百计 寻找小f他爸 对不对大家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你找的这个大fx 是吧 他只是所有的全体元函数当中的某一个 我们用什么方法 得到一个最简单形式的大fx 我们就用那个方法 得到那个最简单的形式 为什么 你不需要去找那些复杂的形式 因为不管它是哪个元函数 任意两个元函数之间只差了一个什么 一个常数 对的 所以你去找那个最简单形式的吧 就可以了 找完它之后怎么样 各位加c就行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你的不定积分啊 你的方法用的不一样 你找出的元函数大fx不一样 能懂我意思吧 你可能找到的f1x这个吧 也可能找到那是f2x这个吧 找这个f1x很简单可能找到了 你可能f2x要很麻烦 但是你一定要去寻找这个简单的 明白吗 你放心 它和它一减必然是某个常数 某一个常数 很可能你看不出来的啊 你不一定说是 它可能需要一做差 很可能需要一个横整变形的过程 才能减出一个等一个常数 不是说看出来的 说它是加上个2啊 什么 它是加个3 一减等于复一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后面呢 会有这样的题目会出现啊 我这一点呢 给大家先解释一下 有的同学是听得懂啊 因为有的同学可能还没有做过后面的计算 他可能对这个理解还不够深刻 你先把这个笔记呢 在这儿 当我讲到后面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 再回过头来看 你可能知道 概念的这个重要性 先说这么一句啊 这是圆函数不定积分的概念 记住啊 圆函数是一个的意思啊 一个吧 而全体圆函数称之为叫做不定积分 就是fx叫小f的圆函数 那么fx加c叫全体圆函数 称为不定积分 这是基本概念 学基础就会把这些东西 扎扎实实一个一个搞明白 这是这个 第二我们来看 圆函数也就是叫做什么 不定积分 存在定理 第一条 请大家看书啊 书上110页 有这个啊 请大家先看这个内容上 说第一条 连续函数 必有圆函数 好 来打个星 连续函数 必有圆函数 这句话应该是我们整个考研里面 用的在医院积分学理啊 概念上用的最多的一个 我来解释一下啊 听好了 证明 这个呢是在真体里考过的啊 它的证明是考研 几个笔记打个批准啊 考研 真体 考过了 考研真体考过了 可见啊 密集老师对于大家的这个基本功能要求啊 你不是考这个课本的基本定理是吧 基本结论的证明 这个竟然是被考过了 我们简单看一句好吧 其实呢 我可以在操口纸上给大家比划比划 对吧 但是要比划这段 我们应该就得走到下一个概念上去了 叫做变现积分 让人看啊 我们刚才讲了 什么叫圆函数呢 就是如果一个函数在某个区间上求导 等于小fx 我们就称大f是小f的一个圆函数 对不对大家 这个概念就有了 那么你既然要证明连续函数小f 必有原函数 实际上你就要证明这件事情在指定区间r上是成立的 对不对 我们这个指定区间r是什么呢 各位 答得好 就是函数小fx的连续区间 对不对 就是小fx的连续区间就可以了 只要r是连续区间 那么那么大f 小f必然会有大f求到等于这个小f 也就是小fx 一定有8 一定有原函数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要证的呢 就是这个东西 你要证这个东西 我们就两件事了 第一 大f是什么样子的呢 第二 什么样的大f求到会得到小f呢 所以这两个过程 一个我们直接给出了啊 就当年考验考题就这么说的啊 如果函数小fx在区间r 它就在a到b上 是吧 是连续的 则函数大fx等于a到xfdt 在ab上必然刻导 且大f一撇等于小f 大家看到没有 且大f一撇等于小f 那么我们现在给出的呢 就是两个逻辑啊 第一个 它长成这个样子 第二 你要证明 它的导数 就是小f 我们先来解释第一条 这个a到xfdt 是什么 好 现在往后翻啊 往后翻 我们要翻到这一页啊 我们请大家翻 我们要翻到这个 这一页了啊 我们要翻到这个 113页了 好 请大家看113页 a到xfdt 是什么 我在前面呢 应该或多或少的 也给大家解释过这个问题啊 但是我们在这呢 是正式提出 变现积分的概念了 来看3 变现积分的概念 我刚才在讲 基础知识结构的时候 我说过了啊 这两个概念呢 我们是要怎么样 放在一起学的啊 放在一起学的 这样才能深刻理解 考研怎么考 我们给大家一个 曲边机型 就是a到b 对吧 说a到b上 定义了一个函数fx 请大家注意啊 我们现在给出来的呢 是左边a和b呢 都是常数 我们称其为 叫做a到bfx点x 这个呢 称其为叫做a到b上 由fx跟x等a x等b以及x轴 所围成的 区边梯形的面积 是吧 这个呢 大家在大一数是学过的 也就是说这个呢 实际上是我们 第二个概念 定习分的概念 是吧 好 现在呢 我们让 很简单一件事啊 我们让这个b啊 动起来 让b点动起来 动起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变成了什么 这里不写b了啊 我们就把它写成什么 把它写成x 听话了啊 把这个位置写成x 好把这个位置写成x 看到了 我改一下了啊 我把这个位置写成x的时候的话呢 为了避免字幕的混淆 当我这写x 让它动起来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轴啊 就x轴改成t轴了 就写成ft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了 a到xftdt 好 请大家仔细看啊 当我这个位置啊 这个x啊 动一动 比如说往这跑一跑 这个面积可能变到这了 可能变到这了 是吧 我要往里走一走的话呢 它的面积呢 可能往回走了 它变成 变到这个位置上 变到这个位置上去了 那多意思吧 好 那就是说 这块面积啊 它本身代表的是 曲变体面积 对不对 大家 如果a和b都是定的 我们称之为叫做定积分 也叫定线积分 这个线是不变的 上一线都是定的 叫定线积分 而如果你把这个上线b改了啊 我们称之为叫做 变上线积分 简单写叫变线积分 简单写叫做变线积分 我这样说 你听懂啊 其实呢 这个上线动的呢 我们叫变上线 大家很聪明 我说你比如说 上面b不动 底下a变了 x叫b什么 变下线积分 对的 如果上线都变了 那就都变线积分 是吧 这个大家意思能懂的 好 我们把这个计程 大法x啊 或者大fx都可以 等于a到x fdtt 我们称这个呢 叫做变上线的定线积分 简称变线积分 事实上 从这个概念呢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了 变线积分 就是定线积分的一个推广了 是不是 它实际上呢 就是定线积分的一个推广 它在这个概念本身呢 它仍然是一个曲边性的面积 只不过呢 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在变化的曲边性的面积 实际上大家应该 从这儿就应该懂得一件事啊 它实际上是不是就是 x的函数啊 我写的大fx 只能做意思吧 因为这是个面积 这个是这个面积的变的 只要x在哪 那么这个面积就会是多少 x变一变 这个面积就变了 听懂没有 这个呢 大家把它要了解到 了解到 好 我们把它概念说完以后呢 我们紧接着就回回来了 回到这儿 我们来看看 这个 原函数存在定理的 第一个定理 说连续函数 必有原函数 相关的这个呢 第一个我解释过了 我们就把它擦掉了 这个我就解释过 擦掉了 下面我们来看2 怎么去证明 怎么去证明 大于vpx 代于小fx 好 下面呢 我在草稿纸上啊 因为大家可以翻回来 你们可以看书上的写法 书上有写 就是证明 那么我呢 简单的给大家 把里面的一个核心过程啊 我给大家 在草稚上啊 我们一起来 我们 这个 书上有这个过程啊 我呢 不念这个过程 因为这一段证明的考验考过了 但是呢 很重要 它还有可能在未来呢 以其他形式来考察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这一段很值得呢 我们再给大家书写一份 是吧 我们这个花点时间给大家讲一讲 请你跟我背一背啊 这个原函数存在定理的第一条 连续函数必有原函数 实在是太重要了 它不仅它这个理论 是一个后面我们 大部分的积分的一个理论支撑 是吧 就什么样的函数有原函数呢 那你实际上后面你知道 你做的工作都是在这个技术上做的工作 是吧 不仅这个理论支撑重要 而且它的证明过程啊 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简单给大家写一下啊 如果 大fx 等于 a到x ft dt 其中fx 在i上 是连续的 i上是连续的 我们请大家证明 那就是大f1x 是等于 小fx 好 下面呢 我来给大家分析分析看啊 我们在知识学的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呢 我们很多东西可以想考虑啊 比较自主的去研究了 你比方我问一件事啊 大家知道我这个x的话呢 是指区间i上的泛指的一个点 是不是 我是认给x在区间i上 各位同意吧 好 既然是泛指的一个点的话呢 那么大家明白 你要证明一个函数的导数是谁的话 是不是用导数定义啊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考点 我大概提出来了 你是不是得写导数定义 能明白是吧 大家得写导数定义啊 所以大Vpx它就定义为limit 你看啊 我们写函数差的形式就可以了 那么你的增量形式就可以了 x呢是泛指的点 对不对 然后呢 加上一个增量datax 减去fx 那么比上datax 让datax趋向0 对不对大家 你看导数定义这不是考点吗 对不对 好考点 第二个呢 第二个等号我们来写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变上限积分函数的几何意义 好大家现在想啊 我超高值了 请问同学们 超高值啊 我就往这写了 请问同学们 这个大fx加上datax超高值写啊 它是什么呢 哦我们知道 这个变上限积分函数啊 这个x是指上限 对吧 是上限 那么这样子上限的话呢 你的这个口号里面如果写的是x加到x 那我自然就是a到什么 x加上datax 对不对大家 能听懂是吧 你这里边来写什么 这个上限写什么 你这里边来写什么 这个上限写什么 对吧大家 所以是ftdt 你解吧 好 我是一般性 我比如说啊 假设 这个 我的 这个 小f啊 当然它只讲连续啊 我画超高值成的诗意图 我假设它就画在这了 对吧 假设正的 这个没有关系的 那么你说a到x加datax 我也不妨假设datax为正 是不是 同学们知道 增量不一定是正的 是不是 但是我超高值上 不要画在达体感上的试意图 我是完全可以自己来理解的 是吧 我就从什么 是不是从a到什么 是不是到x加上datax 那懂我意思吧 原来比如说这是x a到x是fx 达fx 对不对 这块的面积 那么现在我说a到x加datax 是不是就往后走一点 是不是就这整个这块面积 说清楚了没有 好 那大家看 那么我们用大fx加datax 是不是剩下是这块了 就是我目前的阴影部分的面积 是不是这块面积了 能看懂吗 所以的我们的limit直接来了啊 datax 趋零 看好啊 那么这个分子呢 是你对于变现积分的几何意义的深刻理解 还是什么呢 那就是积分 x到x加上datax Ftdt 对不对 对不对 大家 现在能看懂吧 所以我们从这个啊 这个底下操高纸这我就擦掉了啊 实际上大家从几何上呢 能够非常清晰的呢 看出这个 我在书上写的答案是严谨的数学分析的过程 是吧 我们可能用到积分的可拆性可加性 可是我们从几何上来讲呢 我这样跟你讲课呢 我就让大家把这些分析过程啊 更好地去理解凑成啊 你看是这个道理吧 我把它写到这儿了 除以什么呢 除以deltax 对吧 好 你看一眼 书上这个过程啊 书上过程现在目前写的呢 就这样的 就是deltaf等于他 然后呢 这个我写分析没有画图了 是吧 给大家得到的 你看是不是还是这东西 所以这一段呢 是一个很好的理解啊 很重要 很重要 接下来啊 我们要继续来讲下去 这个过程 当年考研考真体考这个证明的时候呢 我们毫不感到意外 确实是太重要了 你看啊 第一个等号就是叫导书定义 对不对 第二个等号你晓得考的是什么吗 刚才我说的这段 你可以从分析语言讲 你也可以讲几何意义 是不是 这是变现积分的几何意义啊 对不对 好继续 第三个等号 你看我这是一起合成啊 我这是一起合成 那么同学们 我们在第六讲里面 是不是给大家专门讲了 积分中置定点 各位还记得吧 是不是积分中置定点 我又打超高了啊 打超高了 积分中置定点怎么说的 如果A到B Fx Dx Fx是连续函数 立即写成 是不是F可塞 是不是乘上B减 这里的可塞 既可以写到A到B的开区间 是不是可以写到A到B的B区间 有印象吗 第六讲是大定理 我们都讲过了啊 这个大家都熟悉的 好 那么为什么用积分中置定理呢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提到过 如果贝基函数小F 是超向函数 往往用积分中置定理 处理一下再说 往这边写 对不对 当然了 这个只是一个 这个解题的一个指标 你在我们这个具体的题目环境中 更能够看出来 为什么 大家这个批准来啊 请问这个积分 Limited的上下 表达是 请问上面是不是积分形式 对不对大家 在基本上 底下是不是函数形式 底下就是一个变量 DX吧 那么你用积分形式 比函数形式 大家听好了啊 我们一般这个比呢 是不好做的 我们最好把它改成什么 很好 我们最好把它改成同一种形式啊 你不要既是积分又是函数 我们都把它改成什么 都把它改成函数形式 你最好把它改成 就是函数形式 比上函数形式 明白吗 这也是重要思想啊 这是个重要思想 所以呢 我们这两条理由来促使我们用积分中置定理 把这个积分改成函数 一个呢 是背景函数 如果抽象函数的时候 一般用积分中置定理处理 第二个 它的这个具体的题目环境 它的分母是函数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呢 积分比函数 不好处理的我们改成函数比函数 不好处理的我们改成函数比函数 所以第三一条 第三个等号 我们用的是积分中置定理 积分中置定理 大家看这里是不是又来综合知识点了 对吧 基本重点 delta x 好我来写你来看啊 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写出来 a到b fx 写的是什么 f可塞 是不是乘上b减a 好 b减a大家一算 x加delta x 减x 是不是乘delta x 看懂了吗 然后底下再除以delta x 这样的话 这两个delta x怎么样 写掉了 好 继续我们写一下啊 这个可塞 是不是介于 x与x加delta x之间 我们讲了啊 它是ab之间 你可以在开区间成立嘛 所以就不用写b区间 好 那但是为什么我写介于两者之间 我不写它大于小学呢 对了 大家很聪明 我刚才说了 delta x去0 delta x有可能正 有可能是负的 所以这两个数 不知道谁大谁小 所以介于之间 是没有问题的 好 当我们写到最后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擦掉了啊 这个擦高纸就擦掉了 好 大家想最后接下来是哪一步 很好 想加为准则吧 可是 如果是介于x和x加delta x之间 那你有可能是这个符号 你有可能是这个符号 对不对 但是不管是哪个符号 大家想 我的delta x 介于这个x 对的 这个 当delta x去0时 这一项是不是还是x 你记得这个变量是delta x 我们的x是贩值的点 在这个极限式里 这个x不是变量 确实强量 听懂了吧 而这一块呢 这一块呢 是不是趋向于x 很好 大喊一声 哪里跑 被逼近到x 很好 这一步用一个什么 加为准则 太漂亮了 你看我们这种分解 会给大家看到这个题 加为准则 用了多么精彩的知识点们 不是一个知识 而是一对知识 所以这个fx 写在这 limit 看好了啊 我们写data x去0时 实际上用了一个加为准则 是可塞 趋向于x 对不对 大家看出来没有 我们哪一个等号 第一个等号导数定义 第二个等号几何意义 变成几分的几何意义 第三个等号几分中定义 第四个等号加为准则 还有没有呢 还有呢 我们还没见完呢 是不是等于小fx 等于小fx 大家注意 小fx是不是叫连续函数 连续函数是什么意思呢 打得好 我们又要写草稿纸了 再来一个等号 好 我来问你来打 什么叫函数在一点连续 打是这样的吧 叫做limit x趋向于x0 如果fx的极限值 等于函数值 是不是大家 这是不是叫函数在一点连续的定义 是不是 好 于是连续的定义来了 这是最后一步了 连续定义 连续定义是说什么呢 当变量 看好了 当变量 趋向一个点时 它如果等于 这个 这一点的函数值 我们称之为连续 那么你反过来用 因为它是定义是冲销条件嘛 所以如果是连续的 那么自然看上 这个变量 是不是可以把它趋向的这个值 直接带进去吧 所以我们马上可以得到 它等于什么 fx 证明完毕 你看懂了吗 你趋向的这个是常数 可以直接带进去了 所以是fx 整个证明是天衣无缝的 我们用到了五个基础知识点 大家看 是不是对于大家的基本功提出了非常高的 这就是当年考察 证明一个变上线积分函数的导函数 等于小fx的这么一个过程 你不要看我们 说写可能很简单 或者过程过来了 但是你在基础这种呼吸的时候 每一个符号都是要较真儿的 这样才有利于同学们怎么样 打好基础 你比方说我经常讲的这个话 你每年考研都要考得到的 这个定理只证一遍 考过了 这个永远不会再重复去证这个定理了 这个不会的 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要这样讲呢 你看我们讲这几条 哪一条不好 这五条 我就问你 哪年考研不是必考无疑的 对不对 比方说 去到一个泛指的点或者定点 这个函数求导 导数定一样 对不对 变现积分的几何亿 必考无疑 见到背景函数为中央函数的积分 做积分中置定理 处理一下再说 然后假背准则 大喊一向哪里跑 然后连续定义 这五条 那么在每年的考验时间中 是一定会出现的 所以这段证明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大家听懂了没有 请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给我搞清楚 这也是我就为什么在这个 这个超高纸上给大家要如此详细的去写这一段的原因 好了这个就说完了 至于AB两个端点数 这个很简单就能说明了 大家这个呢 可以自己当作业捋一下就行了 其实主要的还是我们前面的证明的这个中间过程 有的书上写的是不写区间了 就是一个区间卡 对吧 你只要证明任意点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极为重要的 叫做原函数存在定理 或者叫不定积分存在定理的第一个结论 叫做连续函数 必有原函数 大家听懂这个意思了啊 好 就着这件事情我们继续讲下去 我们先不讲这个第二条了啊 接下来是进入二了啊 就是还有第一类和无穷间断点的问题 这个呢 这个我们待会再说这件事啊 我们就着这个点呢 我们还要继续说下去 请大家准备笔记本啊 或者是因为书上这个位置啊 写的很满 可能是不够的 我们继续来谈下去 我们就谈这个连续函数啊 我几乎可以这样 这个确定的可以告诉你啊 在2023年的考验中 如果考到 这个函数和原函数之间的 这种联系啊 基本上考的都是连续函数 95%以上的题目都是这样的连续函数 我们待会还会带着大家去学那个剩下5%的 好吧 我们等会再说 我们先把主体上的95%的 我们还要再讲 请大家写个笔记啊 我们来下一段了啊 下一段 我们继续来谈这个内容啊 继续来谈这个内容 这样来说啊 我写一个柱 写一个柱 我们小fx 如果是可导函数 那么往右边写 就叫做求导 f1px 跟上我写啊 这个前提要求小f是什么 是可导的啊 对吧 函数可导可以写出它的导函数 往左边写 这边写什么呢 写上积分 a到xftdt 请你注意一条啊 那么函数可导可以有导函数 导函数存在要求函数可导 对吧 那么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定理 大家看啊 这110也刚刚说过这件事 说什么样的小f一定有原函数呢 达得好 只需连续即可 能听懂意思吗 只需连续即可 如果小f连续 那么必然有原函数 能听懂意思吗 且它的原函数是用什么表示的 是用变上线几分函数表示的很好 你看这不是白纸黑字写的清楚 对吧 如果小f在区间上连续 则a到xftdt 必然求导得到小f 也就是说这个表达是 一定是变形基本 一定是可导 只要背线函数连续 变形基本必可导 听懂没有 变形基本必可导 且导函数就是小f 所以大f必然是小f的 一个原函数 这个解释 听懂了啊 好 我在把这一行写完之后啊 大家来看一下他们的关系 我们捋一下啊 祖孙三代就出来了 这个呢 我们刚才说呢 这个是他儿子 是吧 这他儿子 基本 是不是得他爸 是吧 能听懂是吧 他爸求导 是吧 因为这个是可导 还是说啊 他求导得他儿子 如果他儿子可导的话呢 如果可导的话呢 他在求导得孙儿 他孙儿呢 是他的儿 但是呢 这是他爸的孙儿 祖孙三代 能听明白是吧 这不就有这个关系了吧 是吧 所以我经常有时候在这样写的 是这样写的啊 就是这是 这是他爷爷 这也是指他爷爷啊 这是他爸 那这是不是就他 这个儿子啊 儿子他爸 他爷爷啊 男子就他啊 就他是吧 这这意思啊 你把这些了啊 你把这些了啊 你把这些了 为什么谈到祖孙三代 我就提到了啊 祖孙三代啊 祖孙三代 这个词啊 学生记得住啊 记得住 我们要谈一件事情了 那么祖孙三代呢 这里面就涉及到 相互之间的考研嘛 你考什么 我们这门课叫做 微积分啊 是不是叫微积分啊 这个不是高考 高考只考函数啊 函数是研究对象 就是你的这个subject 你这是叫做函数 叫function 我们现在研究的不是函数啊 是函数的导数形式 叫做微分形式 或者函数的积分形式 叫做积分 能多吗 所以这合起来叫微积分啊 对吧 所以在考研究考什么 年年都出题 那我问你答 如果小fx 听好了啊 视为极函数 请问他的导函数 是什么函数啊 对不对 大家 如果函数是几函数 那么请问 他的变现积分 是什么函数啊 对了吧 好 我再问 如果函数小fx 是偶函数 那么他的导函数 可导情况下 导函数是什么函数啊 如果小fx是偶函数 那么他在连续的偶函数情况下 他的变积分 是什么函数啊 好 再来 如果小fx 是以t为周期的周期函数 那么他求导之后 他的函数 是周期函数吗 那么如果他是连续的周期函数 他的变积分 是周期函数吗 这件事听懂了没有 好 那么这个才是我们研究的考试里面 对大家的这个基本要求了 好 这三个问号 不需划问号了 为什么各位 答的好 我们已经回答了 这个在哪里 简单往前翻一下 这个内容 我们在讲 第四讲的时候 是不是讲过了 哎呀对了 大家越学啊 你的知识机构呢 就越全面和丰富 我们在第四讲里面 给大家证明过了 对不对 大家 这个在六十四页 立体四点四和立体四点五 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把它直接说出结果 好不好 如果一个函数是极函数 你们回去 忘记同学可以回去自己看啊 在基础三十讲 高点数学分测 六十四页的立体四点四和立体四点五 予以回答了 如果一个函数可导 是极函数 导函数 必为偶函数 用导数定义证明了 对不对 大家 如果一个函数是偶函数 这个刻导 导完必然是极函数 我们讲过这句话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一个刻导函数 求导之后极偶性互换 那么如果一个函数 是这个周期函数 且刻导 导完之后 依然是以T为周期的周期函数 是不是 我们已经在六十四页的立体四点四和四点五 给大家回答完了 这个就这个解释完了 接下来很好 大家听懂了 我们的任务要再回答积分了 所以你说积分学的学习实际上是跟我们的微分学的学习呢 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一种并列推进的这种过程了 我们继续来回答问题了 开始 第一个我来证 请问如果小fx是连续函数 我问大家连续是否保证它有原函数啊 对不对 是连续函数 且是极函数 连续且极函数 那么请问积分a到x 请你证明 那么大fx等于a到xftdt 这个a是指这个fx连续区间上的任意点啊 a到xftdt 视为o函数 我把结论告诉你了啊 我们直接说了结论啊 我把结论也说给你听了啊 这个问号去掉了 这个牌子翻开 写的是o 没有任何问题 好 下面我来跟你证一证 开始 一起来啊 各位同学 这是你的机会啊 这是我们真正提高 接听能力的机会 我又告诉你了 这一段 可还没考过呢 这是课本里的基本结论 我们一直在用 可是他没有让你在卷子上 这个什么 正式的去证明他没考过 即使这段不让你证 你们会发现 这个证明过程里 又是异常的精彩和经典的 分析 开始啊 说证明大fx是欧函数 我来问你来答 欧函数的定义是什么 你要预定的 我查过去了啊 是不是叫f-x 是不是 等于fx 告诉我形式上 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 没有问题啊 就大f-x 对于大f-x 是不是 那么就行了嘛 好 我们现在不知a是什么 这个a是认给的啊 认给a属于连续区间 所以为了证明的方便啊 我实际上做一个 比较讨巧的一个事情啊 我说我把f-x 等于a到x ftdt 你不是要证明这个事情吗 我把它先写成呢 a到0 ftdt 再加上 0到x ftdt 这个用了一个简单的 关于积分学的性质 叫做积分的可拆性 这个内容呢 在这个 这个 112页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 你们可以简单看句啊 我先不翻 112页最后一行 说a到b fx 我们可以把它拆成 a到c 加上c到b 我简单写了 能听懂意思吧 而不论a b c的大小如何 主要这个积分是存在的 能听懂意思吧 那么你要是从 画图的角度来讲 基本上是这个概念了 a到b 你可以把这个曲别听念解 可以拆成a到c 加上c到b 知道意思吧 这样的话 这个结合上最好理解的 但是的话呢 我们说了 不论a b c的大小关系 都没有关系 这个叫做积分的可拆性 正的拆叫可拆 倒着拆论 倒着写呢 叫可加 这个呢 是基本性质 这个大家在大一的时候 也用的很多了 回忆一下就行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 dfx 把写成这两块了 我为什么写这两块呢 你马上就发现它的好处 这个比我在书上写的 后面这个立体的证明呢 更为简单一些 其实这就是我们后面书上的立体 我就直接在这正了 我们就不要往后翻了 具体的两个题 我待会儿说 你看啊 这个a到0 各位 a是不是常数啊 0是不是常数啊 各位 这是不是个定级分 对吧 这是定级分 那我问大家定级分是个什么 定级分是不是一个数啊 因为它这个确定的面积 是不是个数啊 那么大家知道一个常数 是不是偶环数啊 对的 而常数不是偶环数吗 常数不是偶环数吗 比如说它等于a y等于a 是不是一条几何上是比较水平直线 水平直线不是关于y轴对称吗 故 常数一定是偶环数 是吧 大家 好 你要正是偶环数啊 要正大fx是偶环数 那么你首先把一个偶环数给拆出来 这个是常数 好 大家是不是盯着这个看了 好 接下来啊 跟上了啊 最关键的一条来了 我换个颜色花了啊 最关键的一条来了 跟上 请问大f-x 是不等于 看好 这个不要动啊 这是个常数 听到没 我们干脆直接这样写了啊 我干脆直接这样写了 我拎完这个之后啊 我拎完这个之后 我干脆直接来这个啊 这个技巧 法x 我这样写你们看更清楚啊 打个心 那么我的大法x 是不是大法f-x 我要正的是大法f-x 回答我 是不是大法f-x 只要等于大法x 回答我 这是不是偶环数 回答 对不对 好 只要它是偶环数 这是不是偶环数 偶环数加偶环数 是不是这个是偶环数 解释清楚没有 好 我们来看啊 那么大法f-x 等于什么 它就等于 由于大法x是零到x 那么这个x就 这个x改成负x 那么这个改成负x 所以是零到负x 是不是叫ft dt 对不对 我要推推推推推 推出大法f-x 等于大法x 那我问你来答 大法x 是不是叫 你最后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最后等于的 是不是叫 零到x ft dt 是不是等于大法x 就证明了 它是偶环数 各位对不对 好 你继续听 那么怎么证呢 很简单了 一零到负x 这就改成零到x 那么这个零到负x 零到x 你想 无非就天负号 因为你这个零 天负号变成负零 负零开始零 但是负x如果天负号 是不是就改回x了 各位能懂吗 所以我们中间 做了一个什么代换 换源叫什么 打得好 叫做负代换 我来给你写中间过程了 中间过程怎么写 我们来把中间过程 把它补全它 你看啊 这就是思路 一定要把握这个思路 立即令 看好了 令什么 对 令7等于什么 你看 有同学 有的同学在评估前面就答错了 什么7等于负x 你就答错了 你听好 换源 这里我为什么打星 我们这里的换源是指什么 是指积分换源 是积分元素 一定记住 是积分变量换源 我写边上 是积分变量换源 而积分变量换源 是指什么呢 答得好 是把7改成一个积分变量 换成另外一个积分变量 这里的x可不是变量 它是变上限积分 它变上限积分 在看t做积分变量的时候 它的上下线都当常数看 各位明白吗 你千万不要在积分换源的时候 把x当变量看 x当变量看的时候是 对了 积分完了 在上限限零到负x的时候 x出来的是x的函数 明白吗 你要看它的这个解题的运算的过程 它到底是在什么过程里面 积分换源 积分变量是变量 而这个上限就不是变量 我们把t改成什么 很好 负u 你要引入一个新的变量 不是x 是把t变量改成u变量 天赋号意味着叫负带换 懂了吧 把t改成它的负u 就相当于它的相反数了 这时候你看啊 我们写出的结果 换源要三换 跟上啊 第一 贝基函数要换 ft改成什么 f负u 很好 第一换啊 换源要三换 跟上啊 就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换源过程是必考无疑的 ft改成f负u 再来dt写着什么 很好 d负u 要换 积分变量数要换 第三换 很好 上下下要换 第三上下换 一起背 当t给零时 看好了 t取零时 优区节 零 对了 当t取负x 优区节 x 很好 懂了吧 t是负x吗 那么u不就是x吗 这就实现了你把零到零到负x 是不是改成零到x 是不是改成零到x 明白了吧 好 我们多走一步啊 请问大家 这是不是等于用好 我们的小f是什么 小f是连续的什么函数 极函数 很好 当它是极函数的时候 请问f负u等什么 超高指 f 小f负u是不是等负的fu 超高指 超高指 对不对 好 那么详细什么呢 详细 超高指 d负u等什么 很好 是不是负的du 对了吧 这维分啊 很简单 副我提出去了 负负的正 写成什么 f u d u 对了吧 上限线 零到x 根据积分值 与用什么字母 表示无关 the value of the integral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expression of字母 是吧 我们可以把 积分值跟用什么字母 表示无关 你是fu d u 你可以写成f 狗 狗 都可以的 对不对 好 改回去 ft dt 看懂没 这就等回去了 等到 大发x 故 大发负x 等于 大发x 证明完毕 我的 主体过程 写完了 大家 看懂了没有 对不对 好 我们把这个证完了 好 我把这个超高指 我把这个插掉 我们继续来说 请大家看好这一段 当我们写出了 大发负x 等于大发x的时候 我们回头来 我写的主体过程 所以大发x看好 大发x 等于一个常数 偶函数 再加上大发x这个偶函数 大家知道 偶加偶 必为偶 明白吗 所以你就可以理直气壮的 正数结论 所以立即推 我的大发x 是等于 a到x f t dt 视为 函数的 看完了 对不对 好 我现在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要把 拆成一个常数 加上一个0到x呢 我简单说一句意思 你听听啊 如果你用 a 不知道是什么数 对不对 大家想一件事啊 那么如果这写的是a的话 你别改了 别改了 假如这是a的话 那么请问你直接做负代换 你想想看 这个位置是变成了负a了 是不是变成负a了 这个负a到x 可不是a到x 对不对 所以这个负a到a的处理的话呢 大家还得改 是吧 从负a到a 然后再从a到x 那么负a到a 集还数积分得0 才把它去掉 能等于是吧 殊途同归 我相信大家啊 回头看 书上的这个立体啊 就看懂了 呃 我这里写的呢 是有别于我在书上写的啊 你解释一遍啊 是123页的立体8.3 是这样的啊 就是一直这样说吧 我在屏幕上给大家写的呢 是我拆开以后的这些正法 对吧 然后我在书上123页的 我写了另外一个正法 讲课嘛 我总不想完全念书 是吧 稍微给大家留一点点变化 那么你们还可以再做出作业 能懂我意思吧 好 接下来我要布置另外一个作业了 好 看懂了啊 如果小fx 如果小fx是集还数 连续还数 那么它的原还数 任意一个原还数 是不是一定都是我还数 一定都是我还数 好 我下面布置另外一个作业了 大家得想到了 那么另外一个作业呢是什么呢 那便是 那便是第二条了 我把这个全擦掉了啊 我擦掉了 但是你们应该按照我屏幕上写的写法 这个移植创新 改改符号 就能够轻易的正出第二条 各位第二条是什么 很好 你们猜到了 如果小fx 看看啊 如果小fx是连续的 且 连续还数 且是偶还数的情况下 请你证明 听好了啊 大fx 跟上啊 只有0到x ft dt 才是集还数 我说清楚啊 听好了 只有0到x ft dt 才是集还数 而其他的 就不是了 各位 看好区别啊 这里是a吧 这里a是正给的啊 这里a取的是0啊 为什么呢 我要再简单解释一下啊 这个呢 证明大家可以做作业 这两个证明都在写下页数啊 都在我们书上有这个详细过程 是123页的立体8.3 立体8.3 是吧 但是呢 我还是要解释一番啊 我还是得给大家解释一句 由我评估上刚才正的这个圈页 圈页的第一部分 我对圈的证明大家实际上是懂得了 我们的fx 如果是0到x 我简单解释啊 如果是0到x ft dt的话 那么大家自然 f-x 它就等于 0到-x 我可以写快点啊 ft dt 它就做什么代换 打得好负代换 令t等于什么 你们太聪明了 负u 换员要三换 它便是f-u d-u 几分一起背 t取0是u取0 t取-x是u取x 是吧 大家 那么由于它是偶函数 所以f-u等于什么 f-u d-u等于什么 负du 所以它就等于负的0到x f-u 各位听懂意思没 那么这个呢 还得写回0到xft dt 它便是负的 大fx 看明白没 我们轻易的就证明了 大f-x 等于负的大fx 是为什么函数 是为极函数 你看 我说让你当作业做的话呢 我实际上是给大家 把它挣出来了 是吧 我们实际上是给它挣出来了 好 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能写a了 为什么不能写a了 好 大家现在听懂了啊 零下线的啊 零下线的是不是极函数啊 记住啊 零下线极函数啊 故 如果我现在写的是 好了 如果我现在写的是a到xft dt 你看啊 如果我们现在写的是fx 如果写的是a到xft dt 你若依然写的像1里面写的这种啊 那么这时候就不对了 为什么 你把它写回a到0吧 a到0ft dt 再加上什么 是不是0到xft dt 很好 我们刚刚证明过 刚刚证明过 这个啊 这个零下线的币连击分 是不是极函数各位 看到没 这是极函数对不对 我问大家这是什么 长数是不是偶函数啊 是不是偶函数啊 那么你现在想到 几何了 你都看得很清楚了 一个极函数 它是关于远点对清的吧 因为0到0是你们的过远点 比如说再画一下 它是关于远点对清的 是不是极函数啊 可是偶函数呢 实际上相当于极函数 加一个长数吧 你加一个长数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极函数 在 哎对了 上下平移了 对吧大家 你一上下平移 它自然不是极函数了 我说清楚没 除非这个偶函数是 二是长 是0啊 除非是0 是0变成什么 它是0的话 是不是又变回这一个了 我说明白没 那是不是只有这一个了 才是极函数吧 然后你加其他的任意长数 C 只要那个C不是0 是不是都不是极函数了 我解释清楚了没有 所有你才在书上说什么 大家听懂了啊 听懂了 因为你刚才证明的1呢 这个东西是不是偶函数啊 如果小F是极函数 那么它这个0到X的FDD是偶函数啊 偶函数加偶函数 那自然是偶函数 明白是吧 你是关于Y周对称的 那么你加一个长数 相当于关于Y周对称的上下平移 那么还是偶函数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呢 如果小F是偶函数 那你便基本是极函数了 极函数加一个偶函数 是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你一个关于原点对称的上下平移 那么这样这个不是极函数了 我解释清楚了吗 所以我们在书上这么说的啊 请大家记住 如果书上有说 大家就这样讲的 如果小F是连续的极函数 那么它的所有原函数 一切原函数 全体原函数都是偶函数 听懂没 但是如果小F是连续的偶函数 它的所有原函数中 只有一个人是极函数 明白我意思吗 其他的都不是极函数 解释清楚没有 而是极函数的这个人 必然是0到XFTTT 解释清楚了 你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啊 所以这写什么呢 这里要注意写了啊 这个就要注意了 那么当它是偶函数的时候 只有0到XFTTT 才是极函数 听懂没有 而不是任意的AR 只有一个人是极函数 小F连续的偶函数 只有一个人函数是极函数 其他的都不是极函数 叫非极非偶函数 明白了没有 好 这个呢就讲到这里了 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 小F如果是连续的周期函数 那么它的病人积分 是周期函数吗 如果它是周期函数 该如何证明呢 如果它不是周期函数 又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们下节课继续讲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 谢谢同学们